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弟兄姊妹 王仙夫 夫仙夫 各位朋友 上一次我来我们这里是一个月以前 那个是几天年轻人小朋友表演 记得不记得是非常可爱的非常丰富的表演 是圣母玛迪亚也是罗斯小耶稣 我们都会喜欢 而且我们也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年轻人 年轻人是一个很宽的一个意思 我现在年纪大一点 所以我想有很多很多在我们前面的朋友们都是年轻人 我们真的要鼓励年轻人 越来越会认识耶稣 所以如果生家那个大日子的时候 一个月以前 我们的本堂在这里有这样的庆祝 我非常非常参加 那今天我们的教会 可以说送给我们很多很多礼物 其实读经一读经二坚言实在的话是太繁复了 太繁复了 我自己感觉到有一点点故意 因为我没有特别的准备读经二的练书 圣保禄阿格林书前书十二章 他写的非常非常深刻的意思都是关于爱 你我我们都会了解这个词爱 很多人很随随便便很方方便便地说爱 但是爱为我们的基督徒有非常深刻的意思 所以虽然我没有今天特别注意到读情阿 我非常希望 而且我也必要听到我自己的声音 给我自己一些作业 这几天明天后天这个礼拜 再要配到读情阿 再要想到圣保禄子 那今天在我们敷言 敷言今天这一部分 上五章第四章 跟读情伊 耶利比亚先生有接近的关系 读情伊强调的是年轻的一些先生 甚至还是还没有出现 他的时刻还没有到 他的情况很特别 还是年轻还是发展 还是不够成熟 全部的接受他的生效 我们可以这样说 虽然是这样的 耶利比亚她听那个声音 是前知父给他讲的 说我要请你当做先知 你不要讲接口 我会在你身边带你 所以突然我们到了 都进山是我们的福音 我们看眼睛的耶稣 其实他这一次 这一段时间 他没有那么年轻 按照我们的了解 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 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情况之下 耶稣大概二十九岁 二十八 九十岁 三十岁 三十岁 已经长大了 已经离开了 他的本来的他的家乡 很多人有一年两年 他以前的可以说是亲戚 还有联系 朋友在那 都没有见到他 他很忙 耶稣也接受他的生效 是上帝的 是天知父的 唯一的儿子 是我们的摩西亚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他也许需要 别人的支持 别人的调解 别人的一些孤立 没有错 有一点点想不经意 年轻的先知 也非常需要 见知父给他这个机会 能够提到他下面 好了 那我们这里有两个问题 我觉得 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上路加 今天我们念的是路加的福音 为什么路加要读者 看到这样的耶稣 这个不会很不好意思吗 这个不是一种 会尴尬的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一样 我们会不会让 别人 给我们一个景象 或者我们每一分钟都以为 我们已经认识他 已经做一个判断 已经知道他想的 或是要做的是什么 他的个性怎么样 我们会不会让 在我们旁边 或是在我们前面的一个朋友 一个家人 让我们会惊讶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 这个上路加 如果我是作家 要写这个一部分的那个详经 我一定要思考一下 我真的想读者看 耶稣被他自己的家乡的人 被拒绝了吗 比较好看一点 是耶稣为家乡的 大家都欢迎他 都好高兴的 他们都白晓 请他讲个很多道理 是相反 是相反的 耶稣主动的机会他 这是犹太人的他们的喜欢 安心而高 他去哪里 他站起来 那边有地位的人 把圣经给他 然后 耶稣很小心犯的 他不是马上到道了 他发现他要 他已经准备 他念的那一部分是 耶稣已经准备要念 然后呢 他们拒绝他 说你在别的地方做 你应该在这里 一定要做 他们的欢迎好得好 好了 为什么不这样跟我们分享 当然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有一点感觉到 他要强调 我们不应该尽量 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反应 很多人不能了解耶稣的歌声 很多人不会接受他 不会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 这个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吗 最重要的是我们个人的反应是什么 那我们在中国文化 我们在台湾 有多少是天主教的朋友们 我们有多少教的 不会很多 而且我们的基督徒在我们的人口中 可以说是满下 这个不是一个不好意思 是一个实在 但是你我 我们很有福气 我们很是耶稣 如果别人 如果别人不能够接受他 我们为他们祈祷 我们尽量 做好的事情 尽量当那个 希望 希望别的家人 别的朋友们 别的同学 别的伙伴 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希望他们有的时候 会看得起来 我们是一个基督徒 那不可能说每一分钟 每一天 你我 我们都有这样的 机会 让别人看 站在我们后面的人 是耶稣 看在我们心中的人 是上帝的儿子 很有认识 可惜的一些人 是他 他对我们做好 当然我们要把他的认识 他的爱跟周围的我们分享 别人能够看得到这个呢 有的时候会 这个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我自己 当然我不晓得 为什么圣路加 是非常仔细的 让我们看 也是能来的地方的人 不会接受他 但是我自己 不会紧张 我会知道 可能路加要说 你要做一个决定 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 你继续 你明信 我自己 我是小小小的妈妈 我妈妈爸爸 做那个决定 我入王的教会 不是能来 两个月 我就是小爸爸 我怎么可能认识耶稣 但是呢 待会儿 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能够站起来 我们能够独立一点 做我们的个人的决定 我们要尊敬他 耶稣 我们相信他 我们欢迎他 入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个人的自然 没有什么爸爸妈妈 没有什么教会 能够替我们做这样的决定 所以今天我们看耶稣 在原来的地方 有这样的难过 会发生 不是世间偶尔 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些人 没有你没有我 什么有福气 那第二个我觉得 我快要讲完 我知道我讲得太多了 是惊讶 这些人 在耶稣来的地方 他们会很惊讶 他是从哪里来的 他的爸爸不是罗斯吗 他怎么可能 怎么有智慧能不能讲 圣经的很深刻的道理 这些人他们都以为 我很喜欢这个祝福话 我以为 他们想错了 他们想错了 他们以为 已经认识耶稣 我们以为 我们已经认识他吗 我们想 前面的一条路 今天晚上的明天 这段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中 耶稣不会让我们惊讶 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他 哪里 耶稣是这么深刻 他的奥迹是这么美大 天主父的孩子 有这么多还要给我们 我们翻圣经 我们会发现到 有很多很多内容 很多东西 我们还没有翻圣经 我们应该会 让天主 敬仰 给我们敬仰 让我们觉得 哇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我没有想到 他 所以不觉得 可能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说不定 在我们自己的家庭 或是在工作的地方 在我们的会堂里面 可能也有别的人 我们应该让他们给我们 一个敬仰 可能我自己 在福利大学 跟别的老师 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我对我自己 应该说 嘿你还不认识 选诺的这个人 一部分的他 对啊我经验过 但是一部分我也还不认识 如果他以前让我很难过 他以前对我不好 这个故事说 永远是这样子 每一个人会弄错了 我会弄很多错 所以 我应该给别人 第2个 第3个 第4个 第5个 让我看得到 另外一篇 他们的状行 希望 一段时间以后 他以前 他的家里的人 如果他们也能够这样做 可能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不会后悔 会看得到 他是上帝的儿子 来到我们的世界上 因为天主佛 快遣他 要成就我们的每一个人 希望 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展开眼睛 也用他们的耳朵 看耶稣 听他的声音 比照会 知道他们错了 天主保佑 感谢您的名为 谢谢 把本堂圣父 老板圣父 蓝圣父 请我过来 父圣父保持 美容 只能表现 天主保佑 感谢您的 位置 能够 照顾 两个 移动 一段时间 都会 一个